我今天希望 像這個輸出結果 我又加了一些東西 那你會發現 如果它本來就是文字 後面就不用轉型 直接放OK 但是底下這個的話 因為它是數 它是一個數字 這個也是數字 大概有小數點 那你記得外面要包一個ST 把它轉一下 才能夠跟前面的串 否則這個地方會出錯 如果你這邊X2 假如沒有這樣做的話 那你會出現什麼錯誤 剛剛出現過 Type 有沒有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看到這個錯誤的話 那你就知道 這邊出錯了 而且它還很貼心的跟你講說 請你要把這個 加到前面去 那以後如果你看到錯誤 你也不用擔心 反正你點它一下 它會告訴你這一行 而且告訴你錯誤在哪裡 有沒有 它沒辦法串接 除非你加一個String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String 貼上來 然後加一個錢瓜糊 加一個後瓜糊 答案也OK了 所以其實它還蠻貼心的 下面會告訴你一些訊息 不過呢 你千萬不要就是 不特別看它 其實答案都在下面都有啦 你錯在哪裡 那把它執行 應該看到結果 串接應該都OK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什麼事 我希望貿號呢 跟下面這一個 能夠換行 比如好了 或者請你幫我換行 換到下一行 那我要怎麼換行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如果這邊 我把這個串列 什麼問題 它是無法分辨說 到底裡面那個雙引號 是跟前面的 後面的 也沒有個關係 因為雙引號一定是成對的嘛 可是你突然冒出一個 它沒辦法 怎麼辦 這個地方 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在我們那個下一個單元裡面 在我們的 在 這個 我們的 脫移資源這邊 所以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第46頁 以後呢 如果說 假設你要輸出一些特殊的資源的話 你可以找到脫移資源 第46頁這邊 雙引號記得 加一個反斜線 就OK了 如果你要換行的話 記得加一個反斜線 至於其他可能比較少用 比如說加單引號也是這樣 加這個斜線也是 因為 有些資源是保留資源 如果你要輸出的話 一定要用這個規則 所以怎麼做呢 反斜線 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這個 雙引號 這樣的話呢 才能夠輸出 第一個 前面 前面的雙引號 後面的雙引號怎麼加呢 在後面加一個 加號 雙引 這個文字裡面 因為那個一定是文字 所以 反斜線 再加一個什麼 雙引號 這樣子 OK 把它串到後面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後雙引號 這個是前雙引號 看得懂的意思吧 我們試一下 這個OK 來 紫星 有沒有發現 如果未來你要輸出成 下面那個有沒有 前後有雙引號的效果 我一定要打 多一個反斜線 才OK 這個是規則 這個要拖曳資源 OK 那第二個 如果要換行的話 比如說在 Hello World這邊 把Hello World 換到下一行的話 你只要在這個文字裡面 再加一個什麼 換行 冒號 後面加一個換行 反斜線 N 就換行 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OK 有沒有發現 因為這邊有一個反斜線N 所以呢 到這邊的話呢 他就直接把Hello World 換到下一行去 OK 所以拖曳資源裡面 可能要注意一下 比較常用像換行 還有像輸出這個雙引號 還有像輸出這個 兩個 反斜線 這個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可能 拖曳資源的規則 那其他的話 還有 什麼地方呢 就是 冒號當成敘述的開始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要註解的話 什麼叫註解 就是前面加一個 所謂的警字號 假如說呢 你將來 你只要 輸出什麼 輸出 這個底下這兩個 這兩個不要輸出的話 記得你可以在前面 加一個警字號 這個就 你有沒有發現 加了警字號之後 它這個程式就變灰色 意思是說不執行 那這邊也加警字號 這樣子也不執行 不過呢 如果說 你假設 你要 加警字號的 非常多行的話 我教各位一個 比較快的方法 比如說這三行 通通通要 註解掉的話 有個很 很好的功能 就是說 你看一下 Ctrl 加上那個 斜線 斜線的話 它的位置是在 右邊 Shift的 右邊 Shift的那個 右邊 左邊的那個按鈕 把它 Ctrl鍵加斜線 這樣子的話 它三個一次就註解了 因為你如果很多行 你如果假設一個一個慢慢加緊字號的話 那太花時間了 另外還有一個說 如果突然間我 輸出結果之後 發現我要讓它可以恢復的話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再按Ctrl加斜線 它又恢復了 所以 Ctrl斜線就是註解 再按一下 又恢復 不是註解 OK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 常常我們會 可能有好幾種寫法 但是我不確定說 這個我是不是 刪掉我以後 能不能再找到 所以有的時候 把它保留 保留的話 可以把那個區段 弦起來 Ctrl加斜線 註解起來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推字緣 所以剛剛我主要用 雙引號 跟換行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利用Ctrl加斜線 這個斜線 可以找一下 這個斜線 正斜線 另外呢 Tab加 Tab的話 就是縮排 縮排可能非常注意一下 因為未來 縮排也是程式一部分 沒有縮排也不對 其他不用指定變數 這個剛剛有講過 就是變數 如果你丟什麼給它 它就是什麼 所以這兩個部分 45頁跟46頁 那這個部分做完 待會兒 我們就要 接著來看 那個邏輯判斷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剛剛的話呢 我們主要就是 把那個 加上雙引號 所以第一個你可以練習 如何在3的前面 加上雙引號 第二個就是在那個 Hello World把它前面加一個換行 反斜線N 所以這邊加一個反斜線N 再來就是說註解 註解記得最快的方法 就是Ctrl加斜線 如果你加了 請字號在前面的話 那一行程式 就表示是註解 那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就是在按Ctrl加斜線 這招還滿重要 因為以後程式寫多了之後 你要一行一行註解 太大會時間了 你用這一招 可以快速的幫你註解 那特別注意喔 那個編輯器裡面喔 還有可以用其他的編輯器寫 但是除了Eclipse之外喔 其他的編輯器不僅有支援這個功能喔 好試一下喔 把那個剛剛講的部分喔 再做個練習 這個練習完之後 待會我們就要來 再進一步喔 講一下有關 邏輯 這個判斷的部分喔